根据一些相关的数据表明 中国大概有1亿5000万的人患有心脑血管的疾病 并且每年有250万人死于次类疾病 从这一数据也能够看得出来 心血管疾病有多么恐怖 所以平时一定的提高警惕 与此同时 更让人担忧的是 很多人对次类疾病了解很少 不懂得如何预防 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严重的阶段 不过好在饮食调整能够帮助缓解病情 例如接下来所说的这些食物 如果多吃些 或许能够帮你控制高血脂 第一种食物是洋葱 洋葱里面含有丰富的前列腺素 微量炎素 以及多种矿物物质 不仅可以帮助人体软化血管 起到降低血液粘稠度的效果 还可以帮忙降低拿盐等物质的排泄 我们都知道 那也是引发高血压的主要因素 因此平日里多吃一些 就可以很好的调节人体血脂水平 并且降压 第二种蔬菜是绿豆芽 很多人不知道 在发芽过程中 绿豆芽里所含有的维生素含量比绿豆要高出很多 而维生素本身的用处就把体内大量的蛋骨醇排出体外 以防血管内脂肪过多 以防血管内脂肪过度 在血管壁上沉寂 再加上这种食物本身就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在和蛋骨醇结合的情况下 生成胆酸 经过身体代谢 最终排出体外 第三种水果是 苹果 很多人只知道苹果含有维生素 能帮人们提高免疫力 但是殊不知 苹果还有吸收多余蛋骨醇的效果 主要原因是 这种食物里面有丰富的果胶 可以和蛋脂酸结合 从而吸收多余的 甘油三支 并排出体外 而且果胶还能和果糖 以及维生素C结合在一起 最终降低血脂 第四种食物是 柠檬 这类水果里面含有最多的元素是 维生素C和维生素P 这两种物质都可以增强血管弹性 和韧性 从而缓解血液凝固的问题 因此 平日也可以吃点柠檬 或者有柠檬葱水喝 第五种水果是 三渣 三渣里面 不仅含有三渣素 以及多种有机酸物质 经常吃可以促进食物消化 预防脂肪低脂 并且其中还有一种 节脂酶 可以降低血液中血脂的含量 最后提到缓解血液粘稠度的效果 除此之外 生活中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更能把血脂降到健康的水平 首先就是多喝水 因为水是血液的吸食剂 即使补水 可以让血液保持良好的流通性 此外 如果血脂升高 血液很容易粘稠 这时候补充水分 便能促进血液代谢 最好在每天早上起床后 和睡觉前喝一杯温开水 更加有益心血管的健康 再一个呢 就是要适量运动 根据研究证实 在短时间内快速行走 可以消除人体中多余的血脂 并且运动过程中 还会消耗人体多余的热量 起到预防肥胖的效果 总的来说 倘若你现在征受高血脂困扰的话 不妨多吃上面提到的这几种食物 可以说 它们是高血脂的对头 没事多吃点 或许真的可以帮你远离三高疾病 不过 在这种前提下 还要改掉一些不好的行为 例如 不能抽烟和食用盐粉过高的食物 否则会促使血压增高 而抽烟会损伤血管 导致血脂升高 我还不能抽烟